冒踢男鬼鬼祟祟站在门口 脚踩一盒盒烟火炮烛 点起火后随即火花四射 疯狂乱窜 嫌犯嚣张 失望烟火 秒逃离现场 我就听到有人在我们家下面放烟火的时候 然后我就直接看监视器 然后我就看到 就看到他在放烟火 就直接从里面一直放一直放 嫌犯大胆纵火后 就怕留下犯案证据 骑着单车到公园厕所内 就想变装 躲避警方查期 伊兰县罗东正培英路26日凌晨 这处民宅门口冒火炎 当时零星屋主一家四口受困三楼 索性最后都顺利脱困 不过三日也发生过有扼煞 石球棍猛砸玻璃恐吓 疑似全因离家的屋主儿子 有债务问题 虚衣纵火的四名犯嫌 也终于在案发后 十二小时内陆续查期盗案 全案依刑法的公共危险罪 杀人未遂及回损罪嫌 移送来侦办 而杂车窗与蓄意纵火 究竟犯案动机为何 是不是同一人指使 都还有待警方全力追起理清 记者林一生李廷熙 宜兰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